这是秘宏美术馆开馆特展的海报 我们是哪一年去的 2011年 很想再去 那就出发了 秘宏美术馆是日本神词秀明会 委托建筑大师被育民所见 秘宏称为三中根美术馆 它在哪里呢 它在京都的东边 距离京都车站至少45公里的地方 藏在滋鹤的深山里 我很好奇为什么 咪猴要藏在远山的深处 我记得当年我幼稚 我曾经去到很多城堂 在中国都有千万的步骤 你必须要登上那里 我认为这就是这样 你必须要登上那里 我懂 美术馆至于美好的向往 就像寺院至于宗教的信仰 都要有一段寻找的历程 好哦 我们就来展开这段历程 这趟旅程最珍贵的是 当京都的樱花落尽 蜜猴的樱花才正满开 一年只有这一周哦 拉电车到石山车站 下手扶梯就是前往蜜猴的巴士站 我们搭上9点10分 第一班车 一路有西乡水 先是往南的赖田川 是悠闲小站的样子 再沿着大户川 转往东行 春天的油菜花 往灿灿 遇到田带川 寻着溪水往南 山路开始爬山 感觉人烟稀少了 上次来好像没有特别注意到 阎西行这样的状态 这一路走过来 还是不是很像桃花园记的 圆西行旺路之远镜 经过秀民自然农法农场 那就接近 你好了 10点整 车子停在一个名为桃谷的地方 前方那就是通往美术馆的入口吗 十点开门 我们是最早的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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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个人们已经来 rehearse 走到这里,你对整个地理环境有概念吗? 是的,访客都要走过步道、隧道,然后经过吊桥,从这座山跨到另一座山,然后抵达美术馆 这个步道种的是枝锤鹰,有柳树的姿态,有桃花的颜色 隧道挑逗了访客的疑惑和期待,并明画出了一道200米的银色谷线 当我从大自然走进来,完全是进入异空间的感觉 唯一的盼望就是镜头那一点幽微的光 隧道墙面包覆银色钢板,像镜子可以映照外面湿剂的颜色 细看会发现上面布满孔洞,让吸音效果变好 你可以听到轻轻的脚步声,但没有回音 营造一种远离现实世界的寂静感 据说,每一块钢板的角度都要依照投射过来的每一束光线单独调整 这样才不会有乱色的光干扰了空间的宁静 进入隧道别急着往前,一定要回头看一看 入口两侧的墙面都染成粉红色,与隧道口的几株樱花互相辉映 再次造访就是为了这一刻,心满意足了 隧道的尽头是钢索吊桥,视线穿越长桥与广场 终点落在那一座屋檐低垂的建筑,那就是蜜猴本人了 为了不破坏山谷的自然环境,采用没有桥墩的悬被桥做法 以96条琴弦一般的钢索支撑长120公尺的吊桥 不需要从地面升起支柱,就能够跨越山谷,连接两座山 从空中俯瞰,美术馆本体占有的土地比例很少 就像在桥上看到的只有一间小小的庙宇或者寻常名家 蜜猴所在的支撑县对于山区建筑有非常严格的限制 除非是工艺建筑,否则不可能建在山区 所以蜜猴的地面建筑很小,有80%都藏在地下 新建的时候把整座基地的山头产平 移走原本山体的土和树木 等建筑完成后再搬回来 搭配上不同季节的植物 重新覆盖回建筑之上 十阶而上,我们进入灭红美术馆咯 华开梦之门 室内依然敞亮 所有人会不自觉地往前走去 一颗一百七十岁的赤松引你入境 有两个不同的挑战 我提到第一个比较 土和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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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幻景回应了这个挑战 眼前的六片玻璃就像六片屏风 框着一幅山水画 静静的树树让远景的山与云 更靠近赏景的人 这是被誉明在日本的第一件建筑作品 之前大部分的作品多在城市中 富有雕刻感与象征性 像这样自身大自然 只能露出极少亮铁的建筑 引发它许多学习与思考 在这个过程中 被誉明好谦虚 他看到日本过去的建筑师 都具有使土地建筑物 与景观互相调和的感性 大师的这段话很打动我 这是一栋现代建筑 他尊重日本人的文化与传统 讲述建筑与自然和唯一这件事 像他自己说的 这不是魔法 而此刻我看到 长在自然中的米吼已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看看我体会到哪些 是不是跟你看到的一样 米吼美术馆包括大厅 北馆 南馆 与连接南馆之间的北狼与南狼 我会先往北馆看特展 再到南馆的Pivew用午餐 然后欣赏长设馆长 米吼的入口建筑 完全倒破对美术馆的刻板印象 不是吗 美术馆或博物馆都是硕大宏伟 或许是天意吧 三驱一建筑的限制 造就米吼就是以一种谦逊的姿态存在 这是日本常见的斜屋顶 很像美三顶的入母屋造 造型是传统的 结构技术是现代的 以金属管作为屋顶的结构主体 以玻璃取代瓦片 入口处有一扇银色的梦之门 像是中国园林的月亮门 从内从外都可以向大自然借景 跟屋顶一样是很清晰的东方元素 我甚至想象着 山峰可以从月亮门倾佛过大厅 穿过银客松 去往对面的山头 大厅的光来自落地窗 更来自玻璃屋顶 屋顶采用空间横架设计 银色钢梁组成无数个三角形 支撑玻璃天幕 以最大的面积接受自然光 连云云都看得到 有些玻璃窗安装了像百叶窗的 隔栅遮阳板 这是以仿木框搭配细木条 可以避免直射 也增加光影的变化 没有隔栅的窗就是景框 光影随着太阳的位置会迁移变换 是不是透过光线 就把大自然倾进来了 那部分的展示空间都在三体下 对外可以开窗的立面作为观景空间 现在走过的北廊就是 这是北厅 楼上是展间 楼下是美术馆商店 屋顶的三角形又是另一种变奏 突然想到巴哈的音乐 总在一个主题上不断的追逐对话 春节特别展 主题是美的祈祷 经过一番美的洗礼之后 走出展厅 一定要来看的是这个枯山水庭园 这是蓬莱仙岛吗 象征理想仙境 走到这里 你一定发现 密后墙面与地面使用的食材 质感特别优雅 如果你也去过罗浮宫就会知道 北厅明菜那里运用最多的三样东西 在这里也运用的淋漓尽致 玻璃三角形和 Magnidor石灰岩 这种来自法国淡土黄色的石灰岩 质感温润 尤其当阳光落在石头上的时候 会产生不一样的颜色变化 这是南狼 往下是拍view咖啡厅和长设展间 每个楼梯空间都很美 天窗 隔站 三角形 与阳光继续玩游戏 在地下一楼 这是唯一一幅可以尽情拍摄的艺术品 九神戴奥尼索斯马赛克画 这是新元三世世纪的作品 它就直接镶嵌在地板上 据说这么做是要还原作品当时的呈现状态 在希腊罗马时期 这样的马赛克作品 大多被贴在地面上 作为奢华的装饰品 这是从二楼观赏的角度 我们即使不懂它在艺术史上的价值 光是能够这么贴近的欣赏 历经千年的艺术品 都是很珍贵的一刻 大家最精进乐道的是 碑玉明会在了解藏品的状况及故事之后 量身打造艺术品的展示空间 碑玉明为这座佛立像设计了天井 让天光自然洒在佛像身上 光运叠影落在身后的红墙 让我联想那是曾经塑在佛像身后的光圈 广方说明里提到 仪式的右手相信是师无畏应 那就表示如果再不担心咯 仰望他对接他低垂的眼脸 慈眉的微笑真的感觉好安心 所以我在第一次造访时 就买了当时的开馆海报表挂起来 天天绕着他走路 每次看展后都会感觉激动 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看得懂 但是与艺术品对望的瞬间 先是一秒的放空 然后思绪涌现 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 欢迎留言哦 在大厅窗外是170岁的银克松 室内呢 这个350岁的举木长椅 是被域名特别挑选的 他与次松在视觉上有互补平衡的作用吧 还依照他的要求踩出弧线 让年轮自己说话 好像在崭新的人造建筑里 住了一个老灵魂 你也注意到举木长椅旁边的地下城 长着一棵榕树嘛 它巧妙地融合了室内与室外的界限 也自然衔接了两层楼的垂直空间 我看到刺松、卷木与榕树 三个点成为布等边三角形 这也在设计之中嘛 密后的灯具也很美 公共空间的墙壁上有三角形灯灶 北馆大厅楼梯扶手旁有方形灯灶 还有灯上入口前的阶梯旁 抽象化的石灯笼 都是用西班牙的雪花糕石做成的 密后有两个日式庭园 刚刚在北馆看过枯山水 另一个在南馆咖啡厅外面 难怪它叫Pie View 我在这里用午餐 野菜三明治搭配马铃薯泥与番茄酱 食材都是无农药无肥料的 秀民自然农法追踪的 今天访客不少哦 还好我有位置 有吃到我想体验的味道原汁原味 餐厅里挂着这件桃烧 上面桃圆香三个字 跟贝玉铭有关系吗 回到大厅再次远眺 前方那栋白色建筑是 是委托贝玉铭设计秘后美术馆的神职秀明会总部与钟楼 这个名为天使之乐的钟楼 同样出自贝玉铭手下 正是那次合作让他与小三美秀子结缘 开启了之后桃花园的梦想 钟楼的创意来自于日本乐器三位线的波子 是某年被域名旅游京都时买下的纪念品 是不是万事自有安排 在美术馆商店间里看到创办人小三美秀子的书 Fill the Beauty 里面有一句话简单又有力 多观赏美好的事物 就能辨别出不好的事物来 这就是他打造制作艺术桃花园的用心 谢谢他无私分享这么精彩的收场 在离开的路上听到一件有趣的事 美术馆后来意外的发现 每年到了春分秋分的日落时刻 因为太阳照射的角度 在支随印这一端会呈现黄金隧道 建筑与天使的互动持续在进行中了 黄金隧道也在被域名的计算中吗 后来有人告诉他吗 他在天上应该还是会腼腆一笑吧 走步至此 心中浮现一个标题 谁的桃花园 桃月明的 被域名的 小三美秀纸的 你的 我的 放心啦 从桃月明到被域名 等了一千七百年 现在桃花园就在眼前 当我离开 不需再等一千七百年 秘宝美术馆会一直在那里 还有更多京都影片哦 完整的密后资讯请看下方资讯栏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按赞分享订阅 下次见哦 您的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